判斷 1969年 从1969年那样在医疗方面 比較落后 比较欠缺的年代 我们一路走来 可以讲 被疾艰辛 当时穿好时 地区所在高地区 会有很大的力量 才把好的需求整理好 整体到这个男生 都很心很力 为这个厚打扁 树人在湖内校区出办的时候 有药学科 复健科 医用光学科 还有护理助产四科 蔡玉树女士担任董事长 学风非常的好 当初的环境 因为新校区刚建立 其实很多树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绿一样 当初校园看起来很空 很空旷 十几年过了 现在跟当初的照片对比 基本上就是差很多 尤其是现在活动中心 建起来之后 旁边的一些绿树跟一些草皮 都还蛮完善的 即使是在草皮上面 做一些休闲活动也是很好的 是进来就读之后就觉得 嗯这个环境其实不论是老师啊 还是同学之间 其实都是非常热络 然后老师们都非常热心的一个地方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第一届 那每个老师其实都是陪着我们 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到了国考也是陪着我们一起读书 一起准备考试 我们是第一届第一班的嘛 有点跟学校一起成长 我们这一届的优势是教我们的老师 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 而且在业界都是非常有名的老师 所以在学校学到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想那个几十个人一起交流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我觉得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变啦 因为我以前可能不是那么认真 然后来这里之后 被很多老师感染 然后开始比较认真去学习 做专题的时候都会分配到一间专题教室 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做专题的时候 会有一个共同努力的感觉 我觉得那是因为在这里 开启我对资讯学习的路啦 就是好像不管是硬体软体 都慢慢越来越有兴趣 所以更愿意去做更愿意去学 我是到夏威夷做国际健康招呼课程 我觉得是我人生中的一大突破 就是第一次出国就到最后远的地方 出国前我很焦虑 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跟我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叫我去试试看 我觉得去那里英文能力提升很多 因为在台湾没有英文环境 所以比较没有办法一直去对谈 机构里面有个奶奶 然后她很开朗 每天去服务的时候 她都会跟我们讲一句英文 就是Enjoy your young life 享受你的青春 听完以后就觉得很感慨 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活在当下 然后自己绝对的事情要勇敢去做 不要让自己留下后悔 我觉得新加坡对我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转类点 因为毕竟我真的从来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会迎着幼宝而出去到国外 其实环境的关系会 让你的潜意识激发自己 让你去适应环境 因为在学校 就是因为有外师的关系 所以就是面对外国人 在沟通方面就比较不会有怯察 或是紧张 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第一届的国外实习 在那边就会变得很独立 然后学到很多事情 然后语言也在那边进步很大 因为我是在急诊室工作 然后工作的环境其实就是比较忙碌 比较急促的啦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一些贴心的小举动 对家属或是病人啊 然后他们给你一声谢谢啊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可是装上我们的牙齿之后 他反馈给我们那个笑容跟觉得 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得到一个开心又然后有信任的笑容 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 在医疗界的话 目前都还蛮仰赖资讯系统 去辅助看诊啊 辅助就医这样子 也要去开发更多的资讯系统 然后让整个医疗环境变得更好这样 那我觉得物语治疗这个行业的话 就像我们的终极一样 为了人类带来更健康的生活跟能力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挑战 而且可以接受世界的变化的一个思维模式 那也勇敢地去学习不同的事物 可能一直保有了热情快乐 我们董事长常讲的一句话 那我们必须要心中有爱 手中有意 能够培育出我们具备这种基本素养 跟职业道德的文化 要成为具有特色的一流的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